今天梁皇法會第二天 今天要進入的禪文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跟我們後面 要怎麼樣至誠懇切的 懺悔禮佛有很大的關係 做好我們最基礎的心態準備 好 昨天有提到說 顯果報 我再把這個話題拉回來 我們看到顯果報這一品 尤其是這個顯字 我們可能第一個就是想到 誰來告訴我 我的果報是什麼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因緣讓我知道 我們的心呢很自然會去想說 我不知道啊 當然是要有人告訴我我才知道 事實上這個顯 講的就是我們有沒有做好一個 很重要的心態準備 我常常聽很多蓮友跟我說 師父有啊 我有深信因果啊 但是為什麼他深信因果 他所看到的就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因果 所以他很相信 可是一旦講起自己的事情 還是深淚俱下 還是有很多的埋怨 不甘心 覺得不公平 覺得怎麼 怎麼我會遇到這個事情 有顯果報嗎 是顯在別人的身上 沒有顯在自己的身上 那要怎麼樣去顯在自己的身上 莫問別人 莫向外求 問我們自己 我們有沒有準備好 去面對去開顯 去瞭解說 喔 原來我現在這個體會 我現在這種遭遇 我現在這種不甘願 不甘心的心情 跟我过去造的业有关系 以前我只知道说 我们一定要忏悔 我们做错了 我们一定要忏悔 那如果不忏悔 反正我下次做对就好了啊 对不对 这样好不好 听起来好像也可以 反正我没有忏悔 没关系 我下次我就把它做对啊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没有经过忏悔这个步骤 反过来说 我们就是在随喜 自己的恶业 我们常说 你每天读经很用功 随喜你 你帮助很多人 你行善不失 随喜你 这样很好哦 随喜赞叹 可是如果 我们是随喜自己 没有改变的地方 你说师父没有啊 我只是 我没有随喜啊 我只是没有 去忏悔而已啊 事实上 事实上这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 等一下开始要 拜颤的时候 我们读到的每个字 每一句话 请大家扪心自问 你千万不要想说 我已经忘记了 你现在跟我讲这些 好像很遥远 不遥远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 我们自己身上的 累生累世当中 只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开险 我们常驻师父 在烧开水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烧了之后 我们要过堂 所以怕那个火灭了 等一下又要重新起火 所以呢会堆放一些 比较能够继续保持 那个温度 保持一些暗火的 那些木材 你看起来都是灰哦 看起来没有火焰 也没有红 也没有各种颜色 它就是灰 可是一旦你丢进去一张纸 马上烧起来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我现在没有什么业啊 我也没有什么难过 没有什么烦恼 我也没做错什么啊 事实上 是没有因缘开险 所以这些还在灰烬当中 还没有机会开险的这些 我们千万不能去随喜它 一条一条 我们很认真 很用心的 回到像小baby的时候的那种心态 很纯真的 我们就去忏悔 好 我们一起努力 阿弥陀佛 好 等会儿 我们下车 阿弥陀佛 是否 嗯 是否